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伟院长在致辞中诚挚地感谢了南加州华裔家长教师协会 为自己举办这样一个盛大的纪念庆典 诚挚地感谢参加庆典的各位嘉宾 感谢每一位朋友长期的支持和信任 并分享了从教50年的心路历程 我特别激动 因为是一个对我人一身来讲是一个 一个里程碑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一天 我呢是从事美术教育50年 整整50年 半个世纪以来 我半个世纪 我认为对每一个人 不是对我 对每个人都是一件让人令人激动的事 那么50年对我来讲 我并没什么感觉那么久那么长 因为我真的很热爱我这份工作 我热爱我的学生 那么看到孩子 你们今天也看了 每一个那么样成功 那么取得那么成就 那么我们做老师的 我们是园丁嘛 看花儿开得那么艳 开得那么好 我比吃蜜还甜 我们学校呢是在美国也近30年了 我自己呢是从事美术教育50年 那么就是说 通过今天这个活动 我也想给社会给大家做了一个50年来 给大家做一个回报 做个总结 汪伟院掌系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艺术教育协会会员 2001年在美国获得了布什总统签发的 杰出教育工作者奖 2018年获得了加州参议员 Ed Hernandez亲自颁发的 艺术教育女性杰出贡献奖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她更是积极带领学校师生 为社区提供义工服务 为促进多元文化的沟通与融合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个妈妈的工作经验 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 我来到 据悉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汪美院长就在安徽合肥 从事少儿美术教育 1996年在洛杉矶 创立了汪老师美术学院 坚持用艺术开启创造力的教学理念 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 在汪美院长的带领下 学院不断发展壮大 学生频频在国际大赛中获奖 并常年保持了100%名校升学率 学院于2017年7月6日 获得了美国西部院校联盟 WASC的官方认证 成为了一所被美国权威学历认证机构 所认可的专业教育院校 汪美院长从教50载 逃离满天下 全美电视台记者盛盖博士采访报道